TVB看走眼了!这部以为是仓底炮灰的港剧,很多人开始追了。 来来来,先了解下这部仓底炮灰剧。 三个女人一个音,2016年4-7拍摄完成,按计划定于2017年的荡期播。 但谁知道TVB高层脑子可能有点,于是雪藏了这部港剧。 今年年初,这部剧得以重见天日,但这时候TVB还是对它不是很放心,可能开会议讨论,哦,重播这部烂港剧风险太大了,万一放在黄金时段,周一至周五晚,收拾不好怎么办?不能得罪客户爸爸啊,嗯?那就放在周日晚联播雅小时吧。 好吧,于是呼黄志文担任第一男主角,当时开始被TVB力捧的小声员韦豪一起合作的这部港剧,就这样在没多少关注度,没多少宣传力度的情况下,竟悄悄在周末播出了。 可却在播出后,口碑一时大逆转,打得一个TVB措手不及。 网友给出了一些评论,总结出来大致是这样的,情节紧凑,笑点足够,演员之间很有火花,题材也是很新意。 虽然仅仅仅凑,但已经有很多TVB剧迷们,都嚷嚷着等待明天晚上的持续热播了。 看看这些个网友写长评的呼吁吧。 一直以来,饰演医生,律师的高细致OL形象的黄志文,在三个女人一个音中有较大突破啊,三重人格在身上,一个女强人,一个柔弱,一会放荡无比,完大了哈。 同样给道人惊喜的,是那时候还没有接拍《试图行者2》的袁伟豪,在剧中是一个超龄的厚脸皮实习大律师,和黄志文一起,发生了超级多搞笑的料。 在这里啊,袁伟豪是妥妥的一名小奶狗啊哈哈哈哈,对黄志文完全是言听计从。 面对狂野一面的黄志文,袁伟豪在剧中也是放了自己野性,放荡的一面,哈哈哈哈哈哈或不行我看到这一幕,直接笑愁了。 作为第二男主角的晨智,在剧中也是给到了观众一些亮点,一个温柔的小男人,不比袁伟豪演的差。 还没看过的,真心建议你们去看看。 27.124年老代表明个数据,在剧中也是中介入了观众的差别。 从区别。 总是4个春兰智,在剧中,这次线。 噓! 104年老代表明9年老代表明1个月,正如刘氏。